繼續做回來 如果從八字極胸心術的旺衰概念來看的話 的確 原本在年柱裡面就偏移這顆胸心 那這一顆偏移的胸心呢 基本上來講還算偏旺 為什麼偏旺呢 我們可以來看到 十極胸心術順身而來 叫財官應節比喪食 財生官、官生義、應生、節財、筆肩 再繼續生三官十神 十神又回顧到來生財 所以三官十神呢 一直都被稱為叫 財根、財母、財庫 所以有財 正財、偏財 也要有庫 那我們的十極胸心術呢 有三個財跟三個官 三個財就是正財、偏財、節財 三個官、正財、偏財、商財 那偏財呢 一般你在八字命盤裡面呢 你會看他寫的叫七喪 所以第一時間反應 七喪就是等於偏財 那另外呢 你看到這個偏財呢 偏財 一代蕭熊 那個蕭 所以七喪等於偏寬 蕭等於偏硬 那各位體會一下 為什麼取名蕭這個字 可以感受到蕭這個字的意思嗎 蕭除了一代蕭熊 它是一種很凶猛的蕭 老蠅啦 那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動物Discovery 如果一隻蕭鷹 它要去攻擊力 它是怎麼攻擊的 蛤 不知道 很簡單 你知道 所有動物裡面 視力最好的 是什麼動物嗎 老蠅 就是老蠅 懂嗎 所以我曾經看到底子 看到 有一種老蠅 它目前呢 它飛行的時速 幾乎快要將近於蠅數 就是全世界飛得最快的老蠅 就是 以動物界來講 速度已經快到下降了 好像是時速幾百公里 這樣子 所以它怎麼攻擊你 它攻擊一隻兔子 它就高高站在樹上 視力好的不得了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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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兔子在那邊玩耍 然後 一衝而下 那一隻兔子知道 它即將被攻擊了嗎 不知道 我看過一個影片了 真的很精彩 就是 有一個女孩子 在公園裡面 拿著一隻冰淇淋 正要吃 不是 一下子 不知道什麼東西飛過去 那冰淇淋不見了 我問他 那個影片那種印象很深刻 他嚇了一跳 不見了 我為什麼要強調 笑這一個字 也就是 當他在攻擊你的時候 你有辦法防備嗎 你會措手不及 防不勝防 不像那個什麼 講故事一點啦 第二個胸心叫三觀 笑我就三觀 哇 老師 你要有一點好的修為 你修為很好 但就是 這個喔 嘴巴太快了 稍微改一下修一下 三觀 會罵的 常常人來找我麻煩 你知道你有這三觀的問題 好 劫財 沒事呢 就喜歡東占的小便宜啦 還是你講話本來就很流利 口才很好啦 能連三道的金光膽嗎 所以 你知道你有三觀的問題 你知道你有劫財的問題 甚至 就是你有七喪 莫名其妙的 筋骨痠痛啦 骨質失蹤啦 常常走路就去踢到啦 想意外特別多啦 所以 三觀 劫財 七喪 這三個胸心 在對你產生影響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感受得到 你可以 就像三觀 常常 很多人對你莫名其妙的 不喜歡啊 那 這個你都可以感受得到 唯一一點就是 偏硬對你的傷害性 你是感受不到 所以為什麼偏硬呢 他會比較著重 你叫 精神意識的干擾影響 我們講最有名的啦 正解的捷運殺人事件 你知道多少精神學家在研究這個案例嗎 我有看過幾篇報導 我對這個特別在意 我對這個特別在意 因為我是研究偏硬的大專家 那你們告訴我 正解為什麼孟姆請不要 他要去捷運殺人 去買那個刀 還要如何殺死人 他都練習過 不是隨機 臨時起因耶 所以一下子被他殺死 就好像六個還七個啊 然後殺傷了二十幾個啊 為什麼被他用刀子來砍 那六個幾乎都當場斃命 因為他砍的都是什麼 致命的要點 一刀就要你的命 練習過的 不過這是年輕人啊 他為什麼這樣幹 精神醫師出問題 家裡狀況也不錯啊 爸媽對他也很好啊 那為什麼出這種毛病 了解了嗎 消遇 所以為什麼取名這個消遲 你為什麼會被幹掉 你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你的父母都不知道 你的老婆都不知道 你的家人都渾然不知 你出來夢奇妙 就幹出這樣的動作出來了 想防都防不了 因為他來自於 精神意識的輕度 了解了嗎 所以我對這個拼音 研究到什麼程度 我講故事一點 我的惡母從小感情都跟我很好 那小時候呢 睡覺都是趴在我胸口上睡覺 有時候 你跟老爸感情很好 不是好到這種程度嗎 睡覺都是要我給他睡覺的 他就有偏硬了 還有他偏硬都在比較實柱 他實柱又氣差偏硬 所以 在我的印象當中 我就被他罵過幾次 直接罵我 他被他罵我的時候 上身了 又被附身了 又被上身了 這樣好好地跟他對峙對峙 這樣好好對峙對峙 跟他回罵回去嗎 不是嘛 了解嗎 趕快 我就趕快跑掉了 你知道嗎 我不跟他正面衝突 我就跑去問我前妻問他媽媽 欸 我這個女兒最近又幹什麼事 跑去哪裡 沒有跟他男朋友吵架 我說幹嘛幹嘛 好像有一些什麼狀況 或是他肯定不知道 來來來 趕快練習慈奏 請就扶著他幫他回笑 來處理啊 或是我就跟他媽媽講 你趕快叫我女兒了 到那個台北佛堂來找我 然後他來找我的時候呢 也不是我跟他互動 因為我們都有行政師姐嘛 育公師姐 欸我女兒來了 你去幫他招呼一下 叫他今天已經持中了 我會閃他遠遠的 懂嗎 而不是啊 老爸被女兒罵 哎呀 怎麼養女兒養得這麼大 我還這麼疼他 怎麼會對我這麼樣的不禮貌 然後在那邊 呼自傷心啦 暗自流淚啦 然後覺得啊 怎麼養 養兒育 你養到最後 這麼樣的不值得啦 暗自神山啊 不過他神經 我沒有那種時間 陪他一起笑 懂我的意思嗎 他在吵架 你要跟他一起吵架 他在吵架 你趕快把他講給他吵架的問題 他吵架了 偏硬啊 偏硬啊 會被附身啊 懂嗎 所以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研究到什麼 所以我說他 我是研究他的大專家 所以我是說 當你命局裡面 有偏硬這個胸心的時候 而且他呈現的是個妄想 正硬 正硬會不會來生出這個偏硬 會嗎 官會不會來生硬 上會不會來生硬 有沒有看到 官生硬啊 這家啊 還有硬跟硬 這叫彼合相助啊 所以他這個偏硬 來你告訴我 是旺還是算 旺啊 精神意識被附身 會容易呢 產生夜報現前 這個問題啦 很嚴重啊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強調 因為我看過很多偏硬的 尤其那個 尤其那個 我看過年柱 上下來我都偏硬的 那目前他怎麼大硬呢 叫正觀正硬 他是個公務人員 我就跟他講 師兄 他大概四十一歲 你這個年柱偏硬喔 你現在是走正觀正硬 正觀正硬是極性對不對 OK沒有什麼問題喔 你下一個大硬要去做好準備喔 下一個大硬是傷官還是劫財 凶心 我說你的偏硬會發作 他說怎麼可能 所以信仇者得我身 不信仇者準備下地獄 就這樣子喔 不相信 我就把剛剛那一番話講給他聽 我說你認同世人都是罪人 他說聽過啦 但我又不覺得我是罪人 賓口中獎了 這句話我就知道 他準備要完蛋了 懂嗎 表示他理不理性客不客觀 跟各位報告 拼音出的會負笑 不理性不客觀 是他的標準配備 懂嗎 好講到這裡呢 大家一定有趣問 老師那怎麼辦 能講就盡量講 能開導盡量開導 不然的話就慢慢等著看他 懂了嗎 那如果慢慢等著看他 所以菩薩就特別的叮嚀我 不管是三才也好還是八才也好 一定要怎麼樣 寫下來 我就開始寫了啦 這個師兄目前運生 工作順利 事業順利 但是有這種偏硬 前世因果 大雄親消枕的影響 他可能會有醫師上 或是在因果夜報現前 再下一個大運 譬如說 這四十七歲的時候 準備會大獲領口 會有莫名其妙的 一大堆的 是非啦 小人 或是這種 病痛 來發生 等 真正如此 趕快再來從菩薩寶德 這個叫什麼 埋下肘子 等著看他 為什麼 我有很強烈切身的經驗 我二十歲的時候呢 我就很想去找各種老師啊 我就遇到我的老師啊 一個親愛老師啊 看我的爸只有說 第一個 你這個女朋友 你不要去 第二個 你要來當老師了 你是帶天命的 我那時候二十歲 政府要去當兵 已經在我們公司裡面幫忙了 已經當到那個 檢定合格通過的品管課長 我老師這樣跟我講 我鳥他嗎 鳥他才怪 鳥女我要當老闆 鳥女我要當老師 我這個女朋友又漂亮 家裡又有錢 我愛他愛得死去活來 以後我跟他分手 信你才夠鬼 懂嗎 二十歲 我三十四歲發生事件 二十歲到三十四歲 有沒有十四年 有嗎 對不對 一發生事件的時候 我對我那個老師呢 只有一個感受而已 信他得永生 好準啊 人生怎麼這麼如此 好像基本都被寫好了一樣 從此以後對這個命理 對這個因果業力 信到什麼 種子裡面去 懂嗎 所以假設我二十歲 我的老師沒有這樣跟他講 我沒有這樣的一個種子 印象留在我男孩裡面 等到我三十四歲 發生這些事件的話 我可能就有一個感想 哎呀 運氣這麼壞 這麼衰 當然是不是有這樣的感想而已 我會去相信命運嗎 我會去相信因果業力嗎 可能不會 懂嗎 這叫人性嘛 人性可能都是要遇到事情了 踢到鐵板了 你才會有所覺悟 我要強調這一點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座都有很多次 四字班的這些師兄姐 你要被人家去服務 不要急 要不計不全 說你該說的 寫下你該寫的 他信不信 跟你沒關係 懂嗎 不計不求 你把這個種子給埋下去 就等著看他 還等得到 就有很大的機會再來度他 等他真的應驗了 他就會信 他就會信菩薩 他就會信耶穌基督 他就會信因果業力 信到果子裡面去 從此不會再懷疑 對 你在講什麼東西 了解了嗎 好 所以我們從這個域牌案例呢 慢慢就得出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的確這個師兄 偏意很快 然後在這個因果業力裡面呢 45歲到50歲呢 的確會跟他產生很嚴重的這種干擾影響 但是他下一個大運呢 從51歲 準備要接天才這個大運呢 他是一個集星 因此呢 如果呢 他還想要靠他的努力呢 去挽回呢 他覺得已經不是很OK的這樣一個婚姻呢 從上一個 如果呢 掛例來看的話 他成長了 那你就有很大的機會呢 跟他 在 附近重合 因為你下一個大運是還滿不錯的偏財 是有機會 因為 很明顯的偏財對偏意呢 是壓制政客 會把你這個偏意心的旺度把它給壓下來 這樣 大概了解了嗎 來 這個師兄有什麼問題 想要進一步了解 偏財是不是就字面上的字語 偏財 是字面上那個意思嗎 就偏財寫在這裡嗎 就是偏財 偏財他代表很多的意思 所以偏財呢 他都只是一個 你一下代名詞的運用 所以偏財這個代表 跟錢財有關係 偏財代表一個好的人員 偏財代表一個 也算是跟女人員有關係 當然如果用這個偏財來講的話 你還可以更加廣烈的把它解釋為 或許你還會有其他的這種 這個偉性女人員的機運來發生 對 這個可以用偏財這樣來解釋 對 不過呢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星盤 稍微再了解一下 我們注意看這個星盤裡面呢 他最容易出問題的 其實就是在獅子座 因為獅子座呢 除了代表他的個性 他相信是會比較陽光 熱情 積極 跟人家的互動呢 比較容易展現出 他這種自以為是的王者之風 那獅子座呢 相對於這種婚姻感情 婚姻感情看的是金星 他是寄屈座 那寄屈座呢 本身呢是水象星座 那獅子座呢是火象星座 那照正常來講的話 是要水克火 可是很可惜的巨蟹星座 只占多少 百分之八 獅子座占百分之三十 這樣會產生一個什麼 叫落水難以置望 就是巨蟹座可能對於感情婚姻的 這種居家的好男人啊 沒有辦法呢 有效的來壓掉獅子座的熱情啦 積極啦 甚至所謂的霸道 所以如果談到 夫妻之間的互動相處呢 可能一太來呢 就會受到這個獅子座的影響 認為呢 你可能外面的爛逃比較多啦 然後處理事情啦 婚姻生活啦 也呈現了這種 比較蠻恨霸道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然後讓他在日經夜久的這種 情緒的這種壓抑之下 他就會累積他對你不滿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通常夫妻相處呢 有來相信一句話 陰洞三尺非一日之寒 一定有他的前陰後格 當然呢 在月亮星座裡面 這邊有一道水瓶座啦 上升星座是一個母羊座 我們可以看到 赤子座 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呢 都是火象星座 所以火象星座呢 20加30 高達50% 像本來的這個特性的話呢 就是來得讓人家 比較積極衝動 然後跟外人的互動呢 也是來得比較廣闊的 對 那這就是你在星座裡面呢 如果論事業 論跟人的互動 獅子跟母羊呢 是還蠻不錯的一個外向性的星座 可是如果論婚姻感情的話 你就是要把肩心拿進來看 那跟婚姻感情 面對獅子跟母羊 不是一個好現象 第一個落差太大 那個比例子呢 沒有辦法取得平衡 了解了嗎 那就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換句話來講呢 如果你的四十座是百分之三十 季節座如果可能是百分之二十 或是百分之三十的話 還可以怎麼樣 維持一定的平衡性 在外面很熱情很積極的開放 但是本身不會去亂考 還是一個居家的好男人 你對家庭是婚姻啊 夫妻之間 還是會很投入很用心的去照顧 但因為繼續做只有百分之八 也就是說 你雖然說你很愛你老婆 但是他只能感受到百分之八的心意 了解嗎 可是他對你的認知 你還是喜歡像獅子這樣 四處風花雪月 佔有百分之三十的觀點 這樣懂了嗎 好 最後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 新來的同學需要預約服務的 就趕快可以預約服務 或是請問我們這些四十班的師兄姐 來為你做幾個說 都可以 好 那我們就先跟各位聊到這裡了 我們先休息了 謝謝各位